我被经纪人拉到包厢门口 却将着不敢进去 因为傅氏太子爷傅锡金就坐在里面 虚掩的门内 我听见有人恭维 傅总 听闻当年您出事失踪 还失明过 想必那段时间应该很辛苦 傅锡金沈笑了声 辛苦谈不上 有人贴身照顾 比现在活得还轻松 应该就是您的未婚妻吧 那可真是患难之情 恭喜 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是 傅锡金却打断了他 嗓音书弹 他就在这里 我一惊 猛地抬起头 却从门缝中看见 傅锡金抬手指了指这片土地 安葬在这里 哦 对 我已经死了 五年前 我的那张死亡证明 是傅锡金亲笔签字确认的 身边的经纪人 也在听墙角 小声道 那女人也是倒霉 要是没死 估计现在就飞上枝头 变凤凰了 我笑笑 不可能 经纪人不赞同 你为什么这么笃定 能让太子爷同意贴身照顾 肯定手段过人啊 那女人的勾引技术 绝对一流 我垂眸 遮住眼底的心虚 有时候我都分不清 当年我和傅锡金的第一次 到底是谁勾引了谁 那时他双目失明 听力变得异常敏锐 我只是在他耳边小声地说了句话 他却觉得声音犹如轰炸 炉内高潮 我当时可单纯了 好奇地问他 到底什么是高潮 他一边解释 一边伸手摸向我的心脏 却不小心摸到心脏的下方 顿时连脖梗处的青筋都硬了 我见他浑身都硬得不动了 还以为他要死了 哭着扑过去 要给他做人工呼吸 他反手抱住我 以唇堵住我的唇 我正陷入回忆中 服务员推着车 突然撞到我 我本能地压了一声 包厢虚掩的门也被撞开 正对着门的座位上 傅锡金末地抬起眼 朝我看了过来 我和傅锡金四目相对 那一刹那 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连转身的动作都做不了 但也不过几秒 感谢这五年的社会锤打 让我练就了一脸假笑 说来好笑 尽管我和傅锡金 同床共枕了两年 他那双手 俯过我的脸和身体的次数 比我自己的手都多 可对他而言 我就只是一个 他连脸都没见过的 早死鬼 睡过又如何 眼睛都没看见过的人 又怎么可能认得出 如我所料 傅锡金并没有认出我 酒杯相碰时 他的眼神深邃却冷淡 落在我的身上时 让我无端神经发麻 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 那是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 我在医院永远地失去了妈妈 痛哭着回家的路上 我在小巷子里被绊倒 傅锡金浑身湿透地靠在墙边 掩掩一息 狼狈不堪 微弱的路灯下 他的侧脸伤痕累累 但那张脸仍是好看得让人屏息 一双漆黑的眼眸在滴血 可眼神却透露出冷寂与狠力 我怕了 想跑 但我想到了妈妈 妈妈躺在病床上那么痛 如果有人能救救她 最终我带着复兮金回到破旧的连租房 拿出所有的积蓄救治她 那时的我没有学识 过于困苦 所以分辨不出她身上的衣物是多么昂贵 误以为她和我一样无家可归 我甚至想 肯定是妈妈在天之灵心疼我 怕我孤单 让我遇到了她 我以为我又拥有了家人 又有了牵挂 忽然 一旁的经纪人捏捏我的手背 在想什么呢 嘴角还带笑 我回过神来 嘴角的笑变得僵硬 经纪人见我这反应 忽然道 泱泱 你不会是看上复兮金了吧 我可告诉你 她出了名的不尽女色 试图勾搭她的 下场都很惨 据说她的未婚妻 是她的青梅 京圈小公主 她们的感情很深 你可别被她迷住了 这种人不是你能高攀的 一不小心就得罪了 得罪 嗯 可是 当初决定离开 复兮金的时候 我把她绑在一百块钱一张的床上 狠狠地骑了三个小时 顺便告诉她 我这两年只是孤独 养着她就当玩玩 现在 有个有钱的大金主 看上我要包我 我不要她了 复兮金当时青筋蹦线 思雅着吼道 林泱泱 你他妈别被老子抓到 老子 祈祷你哭哑 估计对这位祖宗来说 双目失明都没这么屈辱过 对她 我早就得罪得透透的了 索性 我已经死了 这倒是要谢谢她的未婚妻了 反正今晚敬晚酒 我和复兮金也不可能再遇见了 想着 我随意地走到了酒店外的花园里 一抬头 就看见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站在那 修长的手指夹着一根烟 是复兮金 他回过头看我 正当我快速思考应对之际时 他突然对着我喊了句 复活 我一惊 复 复活 他认出我了 索性 在我乱了阵脚 差点狼人自爆之前 一只小狗猛地从后方窜过来 轻易地蹭上我的腿 是我以前养的小土狗 因为选择恐惧症 名字一直没确定下来 复兮金竟然收养了他 还给他取名叫复活 复活什么 我这个假死的人复活 我无端地打了个冷战 如果 他知道我没死 耍了他 后果不堪设想 复活 别闹 复兮金掐了烟 朝小狗招招手 可小狗太久没见我 在我的脚边疯狂撒欢蹦打 看来 我的狗很喜欢你 复兮金的视线 落在我的脸上 平静却深沉 我洋装镇定 甚至感谢脚边打转的狗 让我脸上掩饰不住的紧张 有了借口 对不起 可能是我身上有肉味 刚才牛排的汤汁 溅到了身上 我先回去了 副总 可在我脉动脚步前 复兮金又突然开口 当狗 其实挺幸福的 我顿主 您的意思是 当狗 只要够乖 主人就会奖励 乖狗没什么不好 曾经 情到农时 复兮金会附在我的身上 咬着我的耳朵说 我是泱泱的乖狗 我的一颗心 提到嗓子眼 攥紧手心 抱歉 副总 我是人类 对狗没有什么了解 我的侄女发言 让气氛一时沉寂 我想找借口离开 复兮金却冷不丁地发问 那如果你有一只乖狗 你会丢弃它吗 我不会养狗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能力 负起那个责任 我弄丢了妈妈 弄丢了复兮金 也弄丢了我的小土狗 我不会再允许自己拥有软肋 我还需要去敬酒 不打扰副总了 我转身 可小土狗再次扑向我 我的脚步急切 又怕高跟鞋会踩到它 整个人踉跌着就往前跌 一双大手从身后过来 稳稳地将我抱进怀里 怎么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哪里疼 我的鼻尖 撞在负锡金的胸膛上 头顶传来他低沉又急切的嗓音 和那两年的相处一样 他对我那么呵护 在乎 让我产生了能和他相爱到白头的错觉 锡金 你怎么在花园里待这么久 末地 一道清甜的女声 在我们身后响起 我不用回头 都知道这声音是谁 宋之遥 负锡金的青梅未婚妻 打碎人美梦的声音 总是让人记得真切 宋之遥对我而言 就是这样 我清楚地记得 宋之遥踩着高跟鞋 站在我的连租房里 说的第一句话 这种垃圾堆 锡金竟然睡了两年 他为了我们的未来 真是能忍 我明明不是软弱的性子 可我看着光鲜亮丽的宋之遥 甚至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头一次为自己的贫困 留下自卑的泪 不过好在 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的内心不再贫瘠 困苦 我迅速推开负锡金 自己站稳 宋之遥从后方走过来 看见我的脸时 他的瞳孔有一瞬的地震 但几秒就恢复如初 看来 他的演技比我强 他笑着问我 你好 你是菜姐公司新签的歌手吧 是 那你刚才怎么和锡金抱在一起呀 宋之遥嘟着嘴看向傅锡金 撒娇 也不怕我这个准未婚妻吃醋吗 未婚妻 傅锡金掀起眼皮 重复了他说的这三个字 可那双黑眸 却直直地盯着我 眼底仿佛有滚烫的岩浆在翻滚 刚才被狗惊到了 多谢副总扶我一把 你们忙 我面不改色 说完就走 傅锡金却长腿一脉 拦住我的去路 从西装内衬里 拿出一张婚礼请帖递给我 一个月后 我的婚礼 你要参加 他的嗓音沉沉 用的是肯定句 宋知遥娇称道 西金 你也真是的 婚礼请帖还封口 当天才能拆 这样谁还看得见新郎 新娘的名字呀 我没兴趣 听他们打情骂俏 礼貌地接过请帖就走了 回房间的路上 我随手撕了请帖 扔进垃圾桶 却没有注意到 请帖撕碎的一角 露出一个小小的秧字 我以为 和傅锡金的重逢 只是个意外 并没有放在心上 专心搞事业 直到经纪人告诉我 有个大导演的剧 找我演唱片头曲 以我现在的小咖位来说 这属于天降红韵 等到了现场 看到傅锡金 我才知道 压根不是什么红韵 是他点了我的名 射牛经纪人拉着我 热络地跟人打招呼 到傅锡金面前时 倒是他预尊降贵地先开口 林小姐好久不见 经纪人陪笑道 太子爷 他姓楚 叫楚秧 我心跳加速 当年 我假死后 销户去了外地 重新取名 跟妈妈姓 但秧字是妈妈为我取的 我没舍得改 毕竟也不是什么稀奇的字 傅锡金的视线 感觉住我 漫不经心道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我有个故人 也有这个秧字 只是他姓林 多说多错 我干脆不说话 装作社恐地笑了笑 经纪人嫌我不上道 偷偷瞪我 我直接装下 中午 工作人员拿来午餐 水果沙拉 递给我的这份里有芒果 我对芒果过敏 傅锡金再清楚不过 但此时我若推剧 他定会更加怀疑 我的过敏反应 没那么严重 最多起点疹子 吃一片绿雷 他钉片就好了 这跟钓马 可能迎来的麻烦相比 简直微不足道 我拆了水果沙拉的包装 当着傅锡金的面 插了一块芒果 就要送入嘴里 下一秒 傅锡金竟亲自伸手 夺走我的叉子 他的力气很大 像是在生某种气 芒果掉在桌上 我的经纪人愣住 副总 傅锡金连我面前的沙拉 都一并拿走了 我听见他边走边吩咐助理 这份我吃 给他换成热菜米饭 很快 助理给我送来了八菜一趟 福运楼的 这里价格至少上万 经纪人傻眼了 偷偷地问我 泱泱 你不会背着我 偷偷找了太子爷吧 你拿下他了 蔡姐 你不是说他不进女色吗 可是他看你的眼神 怎么说 感觉好像他只在乎你 全场这么大 他只看得到你 我捏着筷子的手紧了紧 只在乎我吗 看来 我当初被骗 也不算可笑至极 这不 蔡姐这么精明的女强人 也被迷糊进去了 最初我把复习金 捡回家时 她眼盲 身上的伤很重 我穷得每件衣服 都是补过的 不是没想过 把她送去救助站 可复习金 却好似 察觉到我的想法 我起身开门时 她用满是伤口的手 抓住了我的衣摆 别 别赶我走 她直勾勾地 看向我的方向 那双眼虽忙 却像海般深邃 能轻而易举 让人溺斃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我问她 她的父母和家人在哪里 她一概说不知道 她低着头 脸颊上还有未遇的伤痕 像是一只无家可归的大狗狗 我想 她肯定被人无情地抛弃过 导致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开始一天打三份工 赚钱给她智商 没完我下班回来 复习金都会抱着我 替我暖手暖脚 泱泱 你辛苦了 等我的眼睛好了 我会给你最优渥的生活 最好的环境 让你再也不要这么辛苦 让你想一辈子服 对不起 泱泱 是我让你这么累 再等等我 我一定会做到 她的手脚都很长 可以把我包裹在怀里 我听她这么说 心头甜蜜的一塌糊涂 丝毫没有察觉到 她凭什么把话说得这么笃定 轻松 以及她眼底 闪过愧疚和隐忍的光 怎么能怪你呢 我本来就要去打工的呀 老公 我想过了 等攒够了钱 我们就去护士看眼睛 听说那里有最好的眼科医院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把你治好 让你和我一起看世界 如果有机会 我们就要孩子 没有就不要 反正我们是彼此最疼爱的孩子呀 还有还有 以后 我要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不要这么小 也不会漏水 停电 每当我说这些碎碎念 傅希金只会紧紧地抱着我 低头吻我 然后把我扒光 伴着我反复地做 这样 我的嘴就只能用来叫 不能说其他的了 现在想来 可能是傅希金不想听我说 毕竟我的那些美梦 于她而言 是属于普通人的生活 而她 是皇城里含着金汤匙长大的祖宗 她眼里优渥的生活 和我眼里的事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间小破的连租房里 我们是相互依偎取暖的孤独灵魂 可走出这间连租房 我们是有着云迷之别的两种人 录制中途休息时 宋之谣来了 京圈小公主 傅希金的青梅 引人瞩目 宋之谣将下午茶分发 最后把亲手做的栗子糕 递给了傅希金 你今天怎么有闲情意志 来听主题曲的录制呀 看你刚刚听的好投入呢 傅希金没接茶 语气很淡 因为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众人立即哀悠哀悠地起哄 宋之谣也红了脸 有大胆的人问 傅总 你们的喜事是定在下个月吗 傅希金的语气 由淡转为正中 嗯 我会在下个月的婚礼现场 向我的爱人告白 我没再听下去 转身去露台醒醒脑 中午的那八菜一汤太撑 我的脑子晕碳水 吹完了风 正要下来 听见片门传来对话声 希金 你是觉得 那个叫楚央的女孩的声音 像她吗 是宋之谣在说话 嗯 可是她已经死了五年了 当初可是你叫我去给她一笔钱 安抚她 我不过是多给了点 她就收钱 走得那么干脆利落 未必有多么爱你 她显然更爱钱 其实 宋之谣误会了 我当初可没那么有脑子 能知道 钱比男人重要 我那时收钱利落 另有原因 一是因为没见过世面 被宋之谣羞辱得无地自容 二是早在宋之谣上门的半个月前 我其实就撞见过她和傅希金会面 那天我兼职的店老板 有事要关门 我提前回家 却见原本眼盲失忆的男人 站在院子里抱着一个漂亮的女人 他睁着的双眼清明 透着宠溺 扫尸四周时 眸光又变得凌厉 哪里有眼瞎的样子 眼瞎的 是我才对 当时的我 懦弱自卑地令人发笑 看到了这一幕 我的心口搅着疼 蹲在街角哭了很久 可回到家 我还是装作若无其事 甚至不敢问她 我怕知道真相 我怕傅希金就这样走了 我就又是一个人了 只不过后来 宋之谣拿着钱上门 给我看她和傅希金的各种亲密合照 以及床照 我这个老实人也彻底怒了 妈妈告诉过我 不能要别人用过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说明不中用 于是我怒齐了傅希金三个小时后 我配合了宋之谣的假死计划 拿钱消失 现在想想 唯一后悔的是 当初钱拿少了 画报拍完后的一周 无事发生 我想傅希金大概被宋之谣说服了 不会再找我试探虚实了 这晚 我在收拾离京的行李 经纪人蔡姐在一旁刷朋友圈 唉唉 听朋友说 傅总养的狗走丢了 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 小土狗丢了 当初假死离开时 我无法带着小土狗 就把他托付给了巷口卖烤鸡的那家人 想着他总能在店里混点骨头肉渣吃吃 傅总又找人买了一只新狗 估计原来那狗不找了 蔡姐的这话让我更急了 看来傅希金这混蛋是不会找了 我冒雨打了夜车 来到曾经的连租房 果然房门是开的 我急匆匆地收散跑进去 小土狗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啪哒一声 灯开了 小土狗不在 倒是破旧的塑料桌边 坐着一个格格不入的高大身影 他的手里还燃着烟 抬眸看我时 眼神却比烟头更腥红 泱泱 回来了 是傅希金 我看见拴在他脚边的小土狗 就知道是我上套了 可我还是想垂死挣扎一下 傅总 您叫我什么 傅希金一顺不顺地盯着我 那晚 复活对你那么亲热 他从来不会主动靠近其他人 我给你的婚礼请帖 被你撕了丢进垃圾桶 如果真不认识 你没必要这样 参加婚礼 对你积累人脉有好处才对 我让人找你来录歌 你一开口唱 我就知道是你 还有 你看到芒果的眼神是犹豫的 却故意要吃给我看 那八菜一汤 香菜你没吃 香菇你也没吃 更何况 林泱泱 我摸过你无数次 你以为 我会认不出你吗 既然马甲掉得这么彻底 我索性也就不装了 是 我是林泱泱 所以 傅总找我来 有什么事吗 骑了男人就想跑 傅希金迈着长腿 朝我走来 浑身变不利器 我以为他会气到打我 毕竟 那次骑他的时候 我是真狠 一个月 双腿都酸得蹲不下去 他估计也不例外 可傅希金走到我的面前 伸出手 将手落在了我的脸上 冰凉的指腹 极轻地抚摸着 原来 你长得跟我想象中的样子 一模一样 这些年 我在脑海中 临摹过你的脸 千千万万遍 很漂亮 他紧盯着我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生 我没躲 心平气和地道 大少爷 好玩吗 傅希金的手一顿 泱泱 他低声唤我 你看 你重回巅峰了 权力 富贵近在掌心了 现在开始一苦思甜 回想以前玩的那些 平民窟恋爱游戏吗 你真想玩 好啊 你给我钱 我陪你玩 我直视着他 也许是我认真的表情 惹怒了傅希金 他死死地盯着我 咬牙切齿地说 你就只想要钱 为了钱 你连名字和家都可以不要 是不是 是 不仅如此 当年拿了三百万 我还要假死销户跑路 现在想想 那时的我太傻了 你是顶级豪门富家的太子爷 我就你一命 拿三千万都不为过 傅希金猛地抱起我 低头就堵住我的嘴 一手扯下领带 捆住我的双手 唇也逐渐吓移到我的锁骨上 我躲不了 索性就不躲了 要睡吗 来啊 我怕什么 反正我连你瞎的时候都睡了 现在你是高高在上的太子爷 我睡了起飞转了 傅希金被我气得不轻 俯身就想把我压在那张一百块的小床上 然后他想到了什么 又抱着我走了出去 我被傅希金带到了一处别墅 他把我从车上抱下来 进别墅时 他蹲下为我换上保暖的棉拖鞋 下一秒 他又站起身强吻我 趁他牵我脖子的间隙 我又故意气他 为什么不在连租房 傅总是觉得那里脏 已经配不上你了吗 傅希金的唇上动作顿了顿 你有鼻炎 那里的被子很久没换过了 灰大 我愣了愣 但几秒就恢复如常 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施舍一点温暖 就感动得痛哭流涕的小女孩 因为当内心不再贫瘠后 会发现那些温暖都可以自己给自己 想着 我就打了一个喷嚏 鼻涕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弄到了傅希金的手背上 他却毫不嫌弃的样子 立即起身抽职 为我擦拭 他从冰箱里取来鼻炎喷雾 又泡了杯热的红枣花茶递给我 准备得这么齐全 看来这里有女人居住 我皮笑肉不笑 副总真贴心 你也会这样照顾宋小姐吗 我为什么要照顾她 我跟她又没关系 要结婚了也没关系吗 你们京圈玩得真话 我不会和她结婚 我们所谓的婚约 只是儿时长辈随口说说的 结婚请帖都发了 说这些 傅希金 你有一句真话吗 傅希金抬头看我 眼神透着一抹紧张 淋泱泱 如果我说 我想和你结婚 不可能 我打断她 傅希金 你觉得我们走到这一步 我还会嫁给你吗 傅希金的喉结滚动了几下 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信了是吗 是 从我知道你是在装饰一片我 傅希金 我就不想再相信你了 我们早就是陌生人了 你走你的少爷路 我做我的音乐梦 我们不会有任何交集 我始终心平气和 待笑和她说话 傅希金没说话 刚才吻我时的嚣张霸道气焰 一下子就黏了 她低着头 凌厉英俊的眉眼 也变得温顺 半跪着蹲在我的面前 捏着我擦过鼻涕的纸巾的大手 指骨分明 轻微颤抖着 又是这副大狗狗的模样 我视而不见 半晌 傅希金沙哑的开口 泱泱 我的婚礼 你会来吗 不会 我想也不想就拒绝 我希望你在 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把中了一年一个的签约名额给你 好不好 泱泱 她低哑的嗓音 像是带着一抹哀求 我懒得去细究 一秒答应 好啊 众乐是娱乐圈顶级的唱片公司 这么百年难遇的名额 我这种没背景的新人 挤破头皮都争不来 她白送 为什么不要 那一言为定 泱泱 你一定要来 傅希金驱车 把我送回了公寓 临走前还强调我一定要去婚礼 我搞不懂这位少爷有什么怪癖 结婚时喜欢前女友在场 想不通 也懒得去想 我回到公寓时 发现门口站着一个我不想见到的人 宋之谣 她冷冷地看着我 林小姐 我没想到你还敢回来 你以为你引诱西金认出你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其实 从傅希金今晚的表现里 我大概猜到了故事的全貌 是宋之谣骗了她 所以傅希金认为 我是为了多拿一点钱 无情地丢下她走了 但我们既然互相不信任 就不能怪任何人 我笑眯眯地说 宋小姐 你是想封杀我吗 你大概不知道 当年我们的对话 我都有录音 我录了 我装的 当年的我那么傻白甜 哪有那么多手段 可宋之谣显然被我唬住了 显然 傅希金是她的软肋 哎 这姑娘比以前的我还恋爱脑呢 可这几年的经历也告诉我 越是忍让 对方越会得寸进尺 宋之谣被我对得无话可说 临走前 她可能是觉得输了 忍不住回头说 我和希金要办婚礼了 就在下个月月处 我知道啊 我冲她挥挥手 她跟我住的时候 还是个处呢 我已经把她调教得很好了 功夫一流 祝你新婚业愉快 我碰得一声关上门 舒服了 当年宋之谣来找我 羞辱我 这事其实在我的心里已经过去了 但她踢桌子 导致妈妈的相框掉下来 摔碎了 这个仇 现在总算报了 签约了众乐后 我一下子忙碌了起来 要不是经纪人提醒 我都差点忘了 傅希金的婚礼 婚礼当天 我如约参加 却没想到我会成为主角 婚礼情帖 要当天现场撕开 当入场身份证的 可上面写的新郎名字 是傅希金 新娘的名字却是 林泱泱 所有宾客都极其震惊 宋之谣哭花了妆 但于事无补 这是迅速冲上热搜 霸榜前五 锦号傅希金林泱泱锦号 锦号傅希金的新娘 到底是谁 锦号 锦号宋之谣假新娘 锦号 锦号林泱泱太子爷的黑月光 锦号 锦号林泱泱假死总裁文照进现实 锦号 傅希金穿着新郎礼服上了台 面对着全部媒体 将当年的事说了一遍 他说都是他的错 他不告诉我他的身份 其实是因为富士动荡 想保护我 他说他从来没有承诺过宋之谣和宋家什么 婚礼是他一手操办的 从始至终 他都是说他要结婚了 他没说过新娘是谁 他还说他了解宋之谣的脾气 知道他找了人要黑我是小三 一旦我火了 会被泼一辈子的脏水 到时候即便澄清了 伤害也抹不掉 所以他要将这阴谋扼杀在摇篮里 最后 傅希金走到全程呆愣的我的面前 单膝下跪 举起戒指 向我求婚 我当然是 拒绝了 拒绝傅希金的求婚后 我火了 一瞬间 我成了全网的白月光 原来捡到的男人也有好的呀 火酒剑 终于不是捡到渣男了 傅太子爷 我还可以接受 还是渣 欺骗就是渣 哼 洋洋美女给我狠狠地虐她 虐死她 我倒是没空虐傅希金 我趁着这史无前例的热度 出了我的新专辑 这张专辑 我打磨了三年 反响很好 我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榜首 我的事业一路狂飙 在一年内拿了奖 火遍大街小巷 我有了很多粉丝 其中最大的粉头子 是 傅希金 求婚失败后 他开始追我 太子爷追人也轰轰烈烈 我去领奖 他用十几辆豪车为我开导 不管我去哪里出席活动 他都会准时出现 只要是我代言的产品 他砸钱买下来 免费抽奖送给我的粉丝们 我生日 他买下整个京市的大楼灯光墙 为我庆生 锦号太子爷今天追妻 成功了吗 锦号成了微博常驻话题 天天都有人打卡 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但复习金还要这么做 我也不再做回应 我努力经营自己的事业 我片刻不敢停歇 生怕停下来就无法再前进 我是从更远的起点跑出来的人 所以我要比别人跑得更快 晚上 我从举办活动的酒店走出来 迎面有辆面包车开过来 直直地就朝我撞过来 我穿着高跟鞋 闪避不及 下一秒 一道高大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我的身后 抱着我飞扑向前 我和复习金一起摔倒在地 只不过 他是背不着地 我被他严实地保护在怀里 没有磕碰到 周围乱成一团 在医院检查过后 我没有受伤 复习金摔伤了骨头 需要卧床休息 肇事者已经抓到 是我的对家公司派来的 复习金被迫住了几天医院 经纪人蔡姐旁敲侧击地 让我去看看复习金 我没回应 低头看着手里的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是复习金飞扑向我时 从西装里掉出来的 也是我川南老家土房子的钥匙 当初妈妈去世后 我没钱在京市买墓地 就把她的骨灰带回了老家安葬 当初假死离开时 我因匆忙而忘记把钥匙带走 复习金怎么会有这把钥匙 我买了机票 立即飞往川南 来到土房子门前打开门 扑面而来的不是灰尘 是清新的空气 屋内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妈妈的照片被挂在红木桌上的正中央 周围摆满了贡品 都是新鲜的 我走过去 在蒲团上跪下 香灰炉旁放满了信封 我拿起其中一封 下方写的时间是五年前 就是复习金刚复明 却瞒着我的时候 我最爱的老婆泱泱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家 但这只是短暂的 你放心 我们在妈的灵前拜过天地了 也入过洞房了 你是我傅锡金这辈子唯一的媳妇 这点永远不会改变 首先 我要郑重地向老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我本姓傅 明锡金 是京城首富富家的长子 傅锡集团的继承人 身高188.89厘米 身份账号是1101XXXX 相遇时欺骗了你 是我迫不得已 老婆 你一定要认真地看完信 给老公一个解释的机会 当年 你在小巷子遇到的我 其实 我离开老家的土房子前 隔壁的张奶奶叫住了我 是泱泱吗 奶奶好 好久不见了 您的身体还好吗 好得很累 你怎么一个人 老公没一起带来吗 你们生娃娃了不 男娃女娃呀 老公 我没结婚呀 不对 你骗我老婆子 你老公每年都来给你妈扫墓的呀 一年不止三节 大大小小的节日都来 每次都带好多东西 还分给我们邻居咧 说我们小时候肯定照顾过你 我愣住了 复习金 每年都来给我妈妈扫墓 泱泱 你这老公找得不错 长得帅气咧 看起来是有钱人 但不嫌脏 你家这个土房子 他也住得下去 去年过年 我看到他在 我还去给他送烤地瓜 结果听到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偷偷哭咧 还喊你的名字 说他好想你 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哦 还有 前年吧 村口王大妈跟他说你已经死咯 他气得呀 还踢翻了村口那个破炸篮 说你绝对不会死 说他不会信的 说他会等 一直等到你回来为止 呵呵 这小伙子有福气 还真把你盼回来了 诺 看到没 现在咱们村口所有栅栏都是全新的 据说好几万呢 你老公让人来装的 装完每家每户 还都送了米面油肉 说如果你回来了 千万别告诉你他踢栅栏的事 哎呀呀 我怎么告诉你了 我 嗯 人傻钱多 鉴定完毕 我带着所有的信 连夜飞回了京市 我满身风雨地去到病房时 复吸筋正在喝粥 他显然没想到我会主动来找他 见到我出现时 他猛地从病床上起身 碗都打翻了 周洒在身上 他顾不得擦就走向我 一双眼睛紧盯着我 腿又不小心磕到椅子上 秘书在他的身后小声说 副总 您慢点 林小姐是自己来的 肯定不会跑的 我的视线挪到他吊起的手臂上 立即喝道 手还没好 别乱动 我扶着他坐下 他近距离地盯着我 眼里的惊喜都快溢出来了 秘书还想说什么 被他悄悄地踢了一脚 便呲牙咧嘴地退出去了 手怎么这么凉 复吸筋皱眉 我让人送热汤来 你这两天没在病房 送到哪里 这是变相打听我的去处呢 我笑笑 反正你在我的身边 安插了那么多间谍 还要问我吗 复吸筋抿住唇不说话了 又来了 大狗狗样 泱泱 我回川南老家了 我把信拿出来 信我只看了几行 其他的 我要亲口听你说 我问你答 好 他应得干脆 你问什么我都说 包括银行卡密码 我有一百多张卡 密码都是你的生日 我 从复吸筋的回答里 我终于拼出了当年的全部真相 当初我在巷子里 捡到复吸筋时 他刚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下手的是他爸的私生子 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从港市买了杀手 目的就是要弄死他 我把复吸筋带回家的前一周 他确实记忆混乱 脑袋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所以我问他父母家人时 他根本说不出来 在我家养了半个月左右 傅吸筋才彻底清醒过来 但他没有马上告诉我他的身份 他不想我被牵连进去 当时的富士集团 正在九龙夺敌 连常在巷口听八卦的我都有所耳闻 傅爷爷去世时 继承权给了最宠爱的敌长子 其他多房私生子不满 傅爸爸公然揭晓三回祖宅住 傅妈妈被架空 傅吸筋被害得下落不明 他怕那几个私生子弟弟寻仇 会波及我 他养精蓄锐 隐忍不发 等待绝地反击 在我家住了五年 他终于找到机会 这五年 我很多次想告诉你真相 可我怕你跟我一样担惊受怕 我也怕 你会觉得我的身份太危险 不要我了 其实从第三年开始 我的心腹助理就已经找到了我 但我让他暗中保护我们 没有打草惊蛇 一旦被我那几个弟弟找到 后果不堪设想 我抿着唇 想了片刻 还是忍不住问他 那你在我家门外 抱着宋之谣是怎么回事 傅吸筋猛地皱眉 而后彻底反应过来 原来 你是看到了那一幕 才误会 那天 是我其中一个弟弟找过来了 我和宋之谣合伙演了一出戏 宋家和我妈有利益关系 宋父很希望我能胜出 宋之谣只是负责传话的 我恍然想起来 他抱着宋之谣时 双眼环顾四周 原来 他不是怕我突然出现 而是有敌人蛰伏在暗处 他在紧张 当时集团需要我出面主持会议 扭转局面 所以我走得匆忙 也不敢回去找你 我写好了这些信 准备一回集团就寄给你 让你知道全部真相 我让宋之谣拿一笔钱给你 演戏说我不要你了 让你滚 这样你就不会被我的弟弟们列为目标 他会觉得你是无关紧要的气子 我只是没想到 宋之谣会背着我 加钱让你走 还辟了我们的床照 我也没想到你拿了钱 真的就走了 临走前 你还说你找了新的金主 你知道我气了多久吗 每次气到最后 我就在想 希望你的新金主 不如我有钱 等你回头 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负习金的视线深深地锁着我 语气带着哽咽与自责 我说这些 没有把责任全部推卸给宋之谣的意思 泱泱 我知道是我错了 我该早点跟你解释清楚 我明白了 相爱是共同面对一切的 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为你好 泱泱 对不起 我爱你 你可以 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没有回答 负习金最后这个问题 当年的误会全部解开后 我觉得我们各自都有错 我错在太过懦弱 没有勇气问清楚 他错在太过自负 不明白爱人的意义 相爱 应该是要一起分担 无论大事小事 我们分开的这五年 怪不了任何人 是我们不懂如何相爱 一个月后 负习金出院 我也在微博上公布 我有了喜欢的男人 我在等一个机会 和他表白 负习金没有追问我是谁 只是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他如果对你不好 告诉我 我揍他 我回电给他 有个八卦告诉你 当年你在婚礼上 闹那一出土味视频的戏码 宋之谣的名声近毁 他第二个月就出国了 嗯 我知道 傅家和宋家的所有来往都断了 以后也不会有业务往来 至于宋之谣 如果你想让他付出更多 我笑了 不 人家看得可开了 昨天还给我发短信道歉 说他在国外闪婚 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问我什么时候接受你 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是发微博了吗 我有喜欢的人了呀 哦 你呢 最近有认识新的女孩吗 嗯 最近忙 复习金转移话题 再拍摄现场吧 吃早餐了吗 菜姐肯定给你准备了 是你准备的吧 她不说话了 我想象着她那副大狗狗的模样 哦不 是屡教不改的坏狗狗 霸道 强势 又小心翼翼 我不让她给我准备这些 她每次都低头认错 一转头 又非要准备 我问她 她就装委屈 怎么就有这么狗的男人呢 对了 复习金 你妈妈前几天找我了 她找你 她说什么了 你放心 我会找她 她说你的年纪不小了 该结婚了 问我有没有想法 那 那你 我有喜欢的男孩 下个月的演唱会 我会公开向她表白 你也会来参加的吧 复习金 哦 我下个月忙 要去美国出差 可能去不了 复习金的声音 一下子低落了下去 连呼吸声都没了 有种下一秒她 就会投合泄愤的感觉 我强忍着笑 哦 是吗 那没办法咯 主角不来 我没办法表白 我只能换个人喜欢了 听筒那边 响起砰的一声 应该是复习金的手机 掉在地上了 激动的 她的秘书的声音 紧接着传来 副总 您别跑呀 您的车就在那边 我来开 我知道林小姐的活动现场在哪 您的手不能开车 我和复习金结婚后的第三年 生了个女儿 女儿五岁时 我们带她回了川北老家 在土房子里居住 然后带她去给我的妈妈磕头 女儿清脆稚嫩的声音 想在山林间 姥姥 我是念念 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看您了 爸爸说 她会照顾好妈妈的 让您在那边安心哦 姥姥 妈妈说 你以前唱歌也很好听 我现在也在学唱歌呢 我现在唱给你听呀 我靠在复习金的怀里 歪头看着和妈妈有几分相似的女儿 眼底一片幸福 安宁 等到女儿唱泪了 复习金背着她 我们一起慢悠悠地走 太阳在地平面升起 老傅呀 我喊她 复习金侧头看我 那双深邃的眼睛 依旧温柔 深情 你知道吗 老傅 我点起脚尖 神秘兮兮地凑到她的耳边 我爱你 从遇见你开始 复习金的眼睛里有光亮起来 比那出生的朝霞还要灼热 她俯首 薄唇印在我的唇上 她一字一顿道 极其郑重 老婆 我也爱你 复习金爱林泱泱 至死不渝 永生永世 全文完 十一月 我出差的一个晚上 老公发了张洗澡后的照片给我 照片里 她裸着上半身 镜头对着灌洗台上的镜子 她在向我卖弄身材 我却敏锐地发现 我的小黑瓶换了个位置 从置物架上 到了置物架下 她一个大男人 要用女生保养品做什么 我怀疑家里有女人 但当时不可能赶回去 也不想打草惊蛇 而且 万一猜错了怎么办 十二月中旬 我再次出差 并故意提前回来 现她不在家 就给她打电话 她说 和哥们儿在酒吧 我直接去了 我们常去那家酒吧 她确实和哥们儿在一起 坐在靠窗的卡座里 哥们儿在起哄 她和她的好妹妹 抱着在啃 站在进门处的酒驾玄关后 听着他们高声地起哄 我气得浑身发抖 所有细胞都叫嚣着 冲过去 冲过去 撕烂这群混账 我老公叫张迪 是我初恋 我不是那种很美的女生 在张迪之前 没有人追过我 当年张迪追我 我表面矜持 内心却怀着小庆幸和感激 只假装犹豫了一个晚上就答应了 她也不是帅气的男生 我以为丑一点安全 不会在外面招摇 我们很快在一起 我八心八肝对她好 我知道她有个白月光 是她的初恋 我看过照片 确实长得比我好 就是她正在啃的那个 一年多来 白月光和她帝恩任男友分了 找张迪哭诉 张迪这个万年备胎 天天请吃请喝安慰她 我虽心里不舒服 但张迪笃咒发誓 叫我相信她人品 说白月光现在只是她妹妹 白月光更是一口一个嫂子 一会儿倾慕我的才华 一会儿夸我是业界精英 一会儿说我育夫有数 说张迪对我多好多好 彩虹屁一个接一个 夸得我信以为真 加上白月光确实漂亮 和张迪站在一起 活托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渐渐地 我对他们失去防范 上个月领证时 白月光还专门请我们吃饭 祝我们白头到老 说最幸运的事情 就是透过张迪认识了我这个嫂子 如今 这算什么 我冷静下来后 掏出手机 啪啪啪把他们抱着肯的场景拍下来 万事都要讲证据 就算离婚 就算闹上法庭 谁主张谁举证 我得乘上个东西 从这家酒吧出来 我到隔壁酒吧 找了个能看见这边门口的位置 点了杯威士忌嘉宾 一个多小时后 那对狗男女 搂搂抱抱上了同一辆计程车 我尾随而至 竟看见他们回到我和张迪的住处 这是我们专门为结婚买的房子 刚搬进来不到半年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侮辱 我坐在计程车上 指甲深深掐入肉里 眼睛瞪得生疼 脑海里全是冲上去手撕见人 又或者桌奸在床的场景 然而 理智告诉我 这时候手撕 结果不外乎简简单单离婚 对他们没有半点损伤 甚至有可能 这两人联合起来 把我揍一堵 这年头 社会新闻版 原配桌奸 老公连同小三把原配揍一顿的事 还少了吗 小姐 你下车吗 不了 我报了附近一家旅馆的名字 我需要好好想想下一步怎么做 他们的软肋是什么 几分钟后 张迪的电话打过来 我看着来电显示上老公二字 想起回来时放在客厅里的行李箱 迅速揉了揉脸 深吸了口气 这才接起电话 老婆 你在哪里呢 是不是回来了 我刚从酒吧回来 喝高了 她的声音满是疲惫 装得很像 我回报社了 专题出了点问题 所有人都在加班 不知道要忙到几点 我忍着恶心 语气暴躁 哎 先不跟你说了 烦死了 这 工作还有完莫完 那你快忙 我等你 张迪挂了电话 我冷笑 等我 怎么等 和白色月光滚床单等吗 这种事情 从前发生了几次 刚才他们进门时 看见行李箱吓一跳吧 我买的房子 凭什么睡饭店的是我 我今天的所有委屈 都要他们加倍奉还 那天夜里 我完全失眠 一直在盘算 第二天一早 我正在洗漱 张迪打电话给我 肉麻问我 工作做完了吗 说心疼我 爱我 叫我忙完后 赶紧回家休息 我对着镜子翻白眼 嘴痒痒想 问他床单洗了吗 房间通风了吗 骚味儿还有吗 忍下后回答 刚忙完 和同事吃个早餐就回 上午时 零零 我回到社区 第一件事不是回家 而是到小区物馆处 我谎称家中失窃 要求调取 我们那层楼的监控 物馆小妹妹认识我 带我到监控室 还专门帮我 云了台电脑 我头天晚上 已经把最近半年的 出差时间列出来 坐在电脑前 一个个时段地找 那两个人 果然不要脸 每次还莫进门 就已经抱着啃了起来 我们社区的监视器画面 保存时间是三个月 我在三个月的时段里 找了四段 他们抱着啃进门的影片 麻痹 要搞到外面去搞 我趁着没人注意 迅速用小U盘 把那几段拷贝下来 第二件事才是回家 战场打扫得很干净 能打开的窗户都打开了 被褥叠得整整齐齐 垃圾桶里 半点垃圾都没有 我的行李箱已经收拾好了 脏衣服丢在洗衣机 干净衣服挂在衣柜里 若不是亲眼目睹了 昨夜的一切 我怕还会继续以为 找到了真爱 且体贴我的男人 我坐在沙发上 随手拿起 放在沙发服手上的iPad 打开微信 这个男人 因为喜欢吃鸡 玩游戏和平 微信常年登入状态 我先看了他和白月光的聊天记录 删得并不干净 却很聪明 言语中没有任何暧昧 也就是正常约饭的时间地点 且全是我会参加的 我冷哼 打开我支付钱包账单 所谓摆密一书 上面每一笔 从微信出去的开销 都清清楚楚 发红包是日常 大大小小都有 然后是饭店的 看时间和价格 应该是终点房 情趣用品店的 不知道买的是什么 还有商场 花店 甜点店的众多开支 这两个人 挺频繁的 我没截图 而是用手机拍照 免得在iPad上留下痕迹 最后才是打开炒股软体 我是财经记者 和圈内很多大老叔 这几年跟着他们赚了不少钱 特别是股市 张迪炒股 是我手把手交的 他的账号密码 都是我给申请的 他默改密码 方便我偶尔帮他操作 我拉了流水账出来 手机录了段影片 我和他虽然没办婚礼 但在法律上 那是实打实的夫妻 我不图他的钱 但我也不想我的钱被他算了 婚前财产好说 婚后这半年还真不好说 有了这两份流水就不一样了 我们各自理财 他收入的绝大部分在股市 另一部分 微信支付账单显示得清清楚楚 花在白月光身上呢 说来可笑 我和他在一起两年 共同生活的开销 基本上花我的钱 我不是那种有了男朋友 就得让男友养我的人 我家的家庭教育是 女人经济要独立 婚姻才有底气 而现实生活 很多时候是 男人把钱花在谁的身上 就会爱谁多一点 男人心疼钱 就会心疼女人 下午三点 张迪打电话给我 一是问我休息好了末 二是约我晚上在外面吃饭 说我出差加加班辛苦了 要好好犒劳 还有谁 我装作很随意地问 昨天才和兄弟们喝了酒 今天不叫他们了 张迪想了想 周月说好酒墨谢你了 要不我问他 周月就是白月光 行 刚好带了半手礼要给他 我笑着说 你不准提前说 不然惊喜就墨了 张迪一口答应 问我怎么没有买礼物给他 我心下鄙视 唇边笑意不减 当然有了 晚上给你 是你喜欢的 张迪在麦克风那边亲了两下 这样亲密的小举动 以前受用极了 现在只觉恶心 张迪叫我再休息一会儿 晚上线 我哪敢休息 内心熊熊火焰让体内每个细胞都在燃烧 我休得站起 先给跑公安口的闺蜜打了个电话 三言两语把事情说了 我需要监听器 问他除了某宝 还有哪里能买 立即马上就要 他说电子城 并给了我一个店铺的名字 我道了声谢 闺蜜挨了一声叫住我 盛南 我可提醒你 监听这事是违法的 用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 法院不受理 我知道 一旦被抓 情节轻的 治安管理法 五日以下居留 或五百元以下罚款 重的就刑法了 我说 放心 不会扩散 更不会 蠢到做证据 我会很小心不会被发现 我就想看看 张迪到底是人是鬼 闺蜜再次提醒我 小心 罚款是小 留下案底是大 我恩了一声 飞快洗澡 换衣服 化妆 吃火锅的地方 是我们常去的那家 我给白月光送了一只A牌的口红 又配了一只手工唇膏 监听器贴在手工唇膏的内管底部 我给他说 手工唇膏是我亲手做的 出差的时候 有半天闲暇 就在店里学做了几只 白月光抱着我的手臂 蹭了又蹭 一个劲地夸我能干 不但会炒鼓 还心灵手巧 连唇膏都会做 至于A牌的口红 他明显更喜欢 眼睛闪着光 说刚好没有那个色号 夸我敞亮大气 张迪在旁边看着 假装吃醋地说 我对白月光比对他还好 那是自然 我比你好看 白月光撒娇地瞥了他一眼 盛南姐若是男生 我肯定主动追求他 张迪笑着点餐 在菜单上勾勾画画 我瞟了几眼 怎么说呢 很多细节 当一个人信任 另一个人的时候 是不会发现的 可当信任崩塌 每一个细节都是疑点 张迪勾菜品时 最先勾的是白月光喜欢的 然后是他喜欢的 最后才是我爱吃的 我暗骂自己从前蠢 白月光这种存在 根本不该掉以轻心 火锅吃了一半 张迪和白月光 有一搭墨一搭问我 这次出差有什么收获 将近过年 有没有什么好股推荐 这是日常话题 每次和他们一群人吃饭 聊得最多的就是股票 基本上是我教他们买什么 就买什么 基本上也能赚 这一次 我莫立即回答 我说要好好研究一下 买个普通的 跟大盘池平墨一死 得找个大牛 狠狠赚一笔 那两个人眉开眼笑 我也在笑 我不是善男信女 别指望我被绿了后 还帮你赚钱 送给张迪的 是一个L家的钱夹子 比他之前的钱夹子 高出了不止两个档次 我以为你就记得周月 看你对他比对我还好 张迪坐在我旁边 美滋滋地把各种卡片 从老的钱夹子 换到新的钱夹子里 哪能呢 我削着橘子 心想我TM以前真是犯贱 嘴上笑着 还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说白了 也是想给你争口气 我就是想告诉他 墨了他 你一样过得好 而且能过得更好 张迪坐的位置 在我后方一点 我可以很清晰地 感觉到他看着我 若是以前 我一定会以为 他又被我感动了 如今 我只觉可笑 他心里想的是傻瓜吧 这世上哪有 那么多感动与被感动 大多数时候 我们以为的感动 都只是自我感动 盛男 你对我真好 他从后面抱住我 我心烦腻 感觉恶心 脏雾 我不是有洁癖的人 在耍朋友之前 他有多少女人 都跟我无关 可现在 我们是夫妻 他再在外面乱搞 我就觉得脏 我把削好的橘子 分一半给他 催促他吃了 就去洗澡 他可能误会了 三两口把橘子吃完 表示立即马上洗香香 为老婆服务 我笑笑 慢条丝里 把另外一半橙子吃完 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监听器 塞到前夹子里 现在的前夹子 除了身份证常用 社保卡偶尔用 其他各种卡 银行卡也好 贵宾卡也罢 一年用不了两次 基本上就是个摆设 我不担心他会发现 就算发现 不认就是了 再说 我只打算偷听几天 等监听器没电了 随便找个机会 把监听器丢了 监听器的软体 摸在我日常用的手机上 我头天买监听器的时候 顺便买了二手手机 找同城快递送到报社 收件人是我 那时的我 做梦也莫想到 安上监听器那一刻 就等于推下了骨牌的第一块 之后 每一个骨牌倒下 都庞扶开启一个潘多拉盒子 人性的恶 像深渊里的龙 第二章 人生是骨牌 快递放在报社门位处 我取出手机 迫不及待来到小办公室 戴上耳机 出乎意料的是 白月光居然还有个男朋友 而且就那么巧 昨天晚上 他去了男朋友那里 并把我送给他的唇膏 送给男朋友 之后是一大段 嗯嗯啊呀 停顿处有聊天 白月光问男友 什么时候带他回家 抱怨从来 没现过男友的朋友 男友坦然说 家里不会同意 说白月光配不上他 还说像他那种家境 肯定要找个门当户对的 我很不厚地笑了 被张迪捧在手心的女神 在富二代眼里 也就是个见不得光的 监听器有定位 我瞟了眼手机上的位置 对方在我是很出名 一个高档小区 住的人非富极贵 白月光哭唧唧 你把我当什么了 泡友吗 我一心一意对你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要分手 富二代赶紧哄着 现在是创业期 外人看起来风光 其实一年营收不过几百万 和家族企业比起来 不过九牛一毛 还说等事业 做起来了 白月光是唯一同甘共苦的女人 要送她一辆马沙拉蒂作品礼 马沙拉蒂 我承认 我酸了 是人皆爱绿茶 你那公司 什么时候起来啊 白月光撒娇地问 快了快了 等风口 风口一到 猪都能飞到天上去 富二代亲了地说 然后一大堆 对未来的畅想 核心一个字 区块链 很不巧 因为比特币的缘故 我了解区块链 也访问过国内区块链公司 多少懂一点 富二代那一套说辞 既莫含金量 也莫差异化优势 甚至还有金融概念 模糊不清的地方 我怀疑白月光被骗了 这年头的富二代 家里普遍重视教育 无论学识或见识 都比一般人高许多 在不擅长领域创业的可能性 实在太小 唇膏留在富二代那里 监听器也同样留在那里 我把线路切到张迪那边 他一上车 就拨了白月光的电话 车载蓝牙 我把两人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愁死了 每天早上醒来吓一跳 以为旁边睡了个鬼 月儿 你老公每天就靠着你洗洗眼睛 才能活下来 想到还要和母夜插生活几年 我就 头发发麻 万一熬不住怎么办 那咱们中午老弟放线 白月光痴痴笑 想想丑八怪的钱 还有好几套房子 乖 你再忍忍 我待会儿好好犒劳犒劳你 张迪恩了一声 语气轻飘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 白月光声音 浇得都快滴出水了 知道 讨厌得很 两人一直潦草 我心脏位置的那团火 如火山一般 疯狂地喷涌着 眼睛也痛得不得了 这就是我要嫁的男人 一口一颗母夜叉 还自称是其他人的老公 我的自尊在这一刻 被人狠狠踏入泥巴里 反复摩擦 我给跑公安口的闺蜜打电话 几分钟后 她敲我办公室的门 开门后 她吓了一跳 你眼睛怎么红成这样 张迪又怎么了 我把耳机递给她 调出车上那段话 她同样气得够呛 一个劲地骂混蛋 垃圾 人渣 问我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这可不是简单的 婚内出轨 嫌我丑了 张迪明确地表示 只住几年 白月光更是直接提醒她 为了钱和房子 也就是说 这场婚姻 原就是一场算计 我的房子 我的存款 我炒股的眼光 甚至 我爸妈的财产 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 我们在老家有三间房子 其中两间都写着我的名字 他们说的几间房子 应该就包括这两间 我盯着比我大几岁的闺蜜 半上咬着牙 姐 帮我 我的眼睛气得冲血了 眼白几乎看不现 真正恐怖 我跑去医院开了许多药 然后顺理成章成了病人 不履行妻子义务 每天被对她睡觉 张迪省得看见我的脸 但她又是个欲望很降的人 晚上得不到排解 每天都要找白月光 白月光很忙 一个人应付两个男人 陪睡不是事 真正麻烦的是 她要努力让自己配得上富二代 她缺钱 缺很多很多钱 她不止一次问张迪也问我 什么时候才能选出牛股 最好天天涨停 她想在年前套现一大笔 注资富二代的公司 然后趁着过年 作为合作伙伴 也作为女朋友 和富二代回家献家长 当然 这些话不可能给张迪说 她给张迪的版本是 一想到张迪和我结婚就心痛 她想很赚一笔 不为了钱委屈自己 想张迪早点离婚 他们好早点名正言顺在一起 张迪很感动 当天下午末上班 和白月光在饭店私混 还打电话 说晚上加班很晚才回 我呵呵打 几个人中 最忙的是富二代 那是个实打实的海王 除了周月 还有ABCD好几个女朋友 她比张迪聪明 人设高高在上 富二代 家族企业 创业精英 住豪宅开豪车 善说甜言蜜语 且出手大方 就我在监听器里听到的 每每送出去的 不是 顶级保养品 就是奢侈品牌的包款 她的众女友 最近有个共同目标 过年回家现家长 只可惜 时机不利 富二代一会儿 要扩大公司规模 一会儿公司偷税漏税被查 一会儿打算投资地皮 总之 资金周转不灵 这时候若带女友回家 必定遭人诟病 女友们有的提议向公司注资 成为股东 有的直接借钱给富二代 富二代承诺 所有打算拿钱给她的女人 过年带她们回家 排除万难也要在一起 我和闺蜜对视着 一口同声说了三个字 杀猪盘 杀猪盘是诈骗集团自己取的名字 女孩们是猪 人设和恋爱是猪饲料 恋爱过程是养猪过程 最后骗取钱财 就是杀猪 富二代打算批量杀猪 我和闺蜜第一反应是报警 多年记者生涯 特别她跑公安口的 正义感比普通人更重 第二反应才是 我们可以利用富二代 狠狠报复白月光和张迪 选A还是B 我和闺蜜陷入两难 正如之前奇葩说的一期节目 美术馆着火了 一幅名画和一只猫 只能救一个 你就谁 名画是遥远的哭声 那些我们没有看见的 推测出来的受害者 是遥远的哭声 猫是近处的哀嚎 我被欺骗的爱情 被摁在地上反复摩擦的自尊 是近处的哀嚎 我们最后选择了自私 重新设计了报复的每一步 并且把杀猪盘 列为报复的重要环节 我发誓 这辈子 我从来没有做过 这么爽快的事 所谓欲取之 必先语之 我精心挑了五只短线骨 推荐给张迪和白月光 然后当着他们的面 把账户上的钱 全部投进去了 嫂子 你可真有钱 白月光看着我账户里的钱 眼神里全是羡慕 我要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早点认识我没用啊 我笑呵呵地说 刚买股票的时候 我亏得底库钱都没了 你要那时候跟着我 还不得天天骂娘 也就这两年大环境 好 我才赚了点钱 之前那叫交学费 张迪一手搭在我肩上 无不得意地说 我们那套房的首付 就是盛南炒股赚的 我谦虚地笑 然后提醒他们 别持仓太久 赚个20%至30%就抛 别留过年 两人点头如鸡灼米 特别是白月光 一双眼睛亮了又亮 对他来说 时间刚好 我趁着这个机会 表达了一番 对白月光颜值的羡慕 说他又漂亮又聪明 以后一定能嫁入豪门 豪门多难 白月光眼睛中 有隐秘的得意 一副十拿九吻 蜜而不宣的模样 再说 嫁入豪门 哪有成为豪门爽 白月光看一眼张迪 奉承道 嫂子这样才好呢 迪哥娶到你 真是福气 我摇头 我这种 连中产阶级都算不上 然后给他安立了几个普通女孩 嫁入豪门的故事 许多人奋斗一辈子 才买得起的房 很多人纠结很久 依旧舍不得买的包 对于豪门来说 也就是喜欢与不喜欢的区别 根本不需要盘算 他们对钱不敏感 白月光满心满眼地羡慕 他最大的弱点是钱 正如我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爱 我给他说 找男友的时候 一定要睁大眼睛 一旦遇到好的 就要好好把握 白月光憧憬着未来生活 眼底全是坚定的光 张迪的嘴角明显垮了下来 为了掩饰情绪 专门叫了一瓶啤酒 说这些做什么 张迪忍不住 手肘撞了下我 这不关心你妹儿吗 我斜了他一眼 我昨天才听说 我们高中一同学 五班的 长得可普通了 大学耍了个男朋友 家里做生意的 毕业后 男朋友做生意 他也跟着投钱 现在可有钱了 他们搬开同学会 所有开销他一个人全包了 听说开的是卡宴 家里最差的一辆车 白月光心里本来就有一颗嫁入豪门的种子 我说这些不过是给他浇水施肥 那是人家眼光好 会投资 张迪说 那也得先找个有实力的男友 从小耳濡目染 比我们这种草根多很多机会 我反驳 张迪说不过我 只好姓姓然 一天天就知道钱 我撇撇嘴 深知过犹不及 哎 我也就是瞎唠嗑 羡慕羡慕有钱人的生活 月儿 这婚姻啊 钱是次要 温柔体贴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你迪哥 就不错 你以后要照着他的人品找 错不了 白月光笑 看看我 看看张迪 我猜他内心一定在嘲笑我 一个三天两头和他约炮的男人 怎么可能对我好 所谓的温柔体贴 一切都是假的 我这是我给他教的催化剂 一般人同样会出轨 不如找个有钱人 2015年股灾后 国内股市慢慢又起来了 到2019年 市场已经是结构性多头市场 特别疫情后 行情更是好得不得了 我选那几只也确实争气 连这几天都涨得比大盘好 我捏了一周 陆续抛了 抛之前专门给白月光和张迪说了一声 别贪心 尽快抛 最近应该有调整 那两个人 买的时候听我的 这会儿现赚很多了 哪里舍得卖 特别是白月光 他在赚嫁入豪门的资本 也正在赚投资男优企业的资本 接下来的几天 我天天催张迪卖掉股票 那两人电话打了无数痛 甚至学着分析起K线来 终于在连续绿了三天后 抱怨着后悔着 把股票全抛了 很好 股票全抛了 刚好是手上现金最多的时候 嫂子 咨询你个事情 了解区块链吗 周月打电话给我 不是太了解 我回答 只知道很牛逼 你知道比特币吧 比特币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区块链 你空了可以了解下 怎么了 我朋友在做这个 周月说 听说很赚 说是下一个风口 你朋友很厉害啊 这得是金融圈的顶尖高手 我笑着说 要有机会的话 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让我也抱个大腿 哎 你有这么厉害的朋友 以后金融问题问他就行了 那种大牛面前 我就是个半罐水 还有 你要有机会的话 求他带你飞 周月推托也不是很熟 我笑了笑 反正沟已经很深了 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很符合我一贯不强人所难的人设 第三章 我成了前夫的朱砂志 富二代那边的监听器 早没电了 张迪前家子里面那个 我偷偷冲过一次电 白月光和富二代的互动我不清楚 但我清楚张迪和白月光的动向 白月光以姑姑家修房未游 向张迪借二十万 说快则半年 慢则一年 两分利 姑姑家在景观旁边 有地 想把房子扩充一下 再改造成民宿 张迪先是犹豫 经不住白月光软磨硬泡 白月光理由很充分 第一 一个月两分利 一年就是24%的利息 很高了 关键是熟人 莫风险 第二 不需要养人鼻息 让人以为靠女人赚钱 第三 她也投了十五万 把所有积蓄都砸进去了 第四 如果丑八怪发现我们的事 你想想 她还会帮你赚钱吗 你又不会炒股 她随便挖个坑 你就血亏 第五 等你离婚 你就是二手男 那时候 你就算得到了丑八怪的钱和房子 你觉得我们家会同意 我爸和我姑关系好 你现在帮我姑家一把 以后才有人跟你说好话 我不知道白月光哪一条打动了她 但我知道张迪提出了一个要求 以后 老公我想你的时候 你得马上到 白月光撒娇地说 现在不也是吗 你一个电话 我就屁颠屁颠来了 老公 你今天想大战多少回合 监听器很快传来 嗡嗡嗡嗡嗡的声音 我掏了掏耳朵 这种声音听多了 挺烦的 当天晚上 我趁着张迪洗澡 从她钱包里拿出监听器 丢到另个浴室马桶里 滑得冲走 这东西 虽然用着方便 终究是个不定时炸弹 春节前几天 古事疯了一般 使劲冲 放眼看去 一片红色 我催着张迪和她的兄弟们买买买 兄弟们转得可开心了 一口一口胜难解V5 张迪一边敷衍我买了买了 一边偷偷露出肉痛表情 我假装莫看见 还天天给她看K线 感慨转死了 我猜摸着她 已经把钱给了白月光 便想登录她账户看看 巧了 密码改了 这是防着我 不想让我知道莫钱了 我假装不知 开开心心和婚礼公司 商量婚礼细节 老公 你觉得一台摄影机够不够 我皱着眉头 假装不满意 舞台下方搭一个小摇臂 虽然可以跟拍我们 但父母和宾客的画面会很少 那肯定不够啊 张迪立刻说 结婚这么重要的事 至少得两台 我也觉得 我说 我们帅帅的伴郎 和美美的伴娘 也需要镜头呢 三个伴郎是她的兄弟 三个伴娘一个是白月光 另外两个是我老家的朋友 跑公安口那位闺蜜做现场总调度 一切准备就绪 婚礼当天 从化妆到接亲再到饭店 程序一点不乱 我妈又哭又笑 一会儿说我长大了 终于嫁出去了 一会儿使劲叮嘱张迪 以后要好好待我 张迪一口一个妈 你放心 张迪的父母 也一个劲儿对我爸妈说 亲家公 亲家母放心 盛南嫁到我家 我们肯定把她当亲生闺女对待 往后要张迪对不起她 我们打断她的腿 我握着我妈的手 当着张迪的父母 妈 放心 张迪人踏实 对我也好 父母们都很欣慰 宾客们陆续到了 我和张迪站在大门口迎宾 快到十二点时 我借口说要补装离开饭店门厅 然后躲进卫生间 坐在马桶上等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五分钟后 闺蜜刚好出来看我 现我不在 便叫白月光到休息室找我 白月光那套伴娘服 之前做了点手脚 并不十分贴身 隐形内衣的聚拢功能也不太好 胸口处显得有些空 一整个上午 她不时就要调整下 美胸是她的一大看点 她特地戴了一条红水晶项链 每次调整后 事业线格外迷人 张迪好几次朝她胸口漂去 这会儿她去休息室 肯定又要掉内衣 按照她的自恋程度 百分之百会反反复复自我欣赏 在几分钟后 婚礼仪式快开始了 不用闺蜜出马 自然有人叫张迪找我 闺蜜叫摄影师偷偷跟拍 同步到宴会厅的大荧幕做花絮 我在12点08分收到闺蜜短信 三个字到大厅 我知道得手了 而且是我们准备的两套方案中 最需要运气 效果最好的一套 婚礼现场有一块投影 暖场影片放的是 我和张迪的结婚照 此刻 投影上是两个正在热闻的人 男人背对着摄影机 单从背影和穿着看 妥妥是婚礼的男主角新郎 女主角的脸被挡住了 只露出的裙子的一角是白色的 所有人都以为是新娘 所有人都盯着荧幕 主持人激动地问宾客 新郎已经迫不及待吻新娘了 我们要不要打断她们 要不要请人去 她的话末说完 目光穿过重重人群 惊愕地落在我身上 盛装出席的我站在宴会厅进门处 宾客献主持人献鬼的表情 纷纷跟着她朝我看来 一大束追光打在我身上 闺蜜站在追光器旁 我瞪大眼睛 惊愕地看着大荧幕 按照剧本 我还应该掉眼泪 但我实在哭不出来 恼不过无数次的场景 除了了然 还是了然 我晃了晃身体 假装大受打击 摇摇欲坠 离我近的宾客纷纷来服 休息室那边 摄影师不知这边发生的事 镜头不断往前 十多秒后 那两个人的面孔 突兀地出现在荧幕上 周月双眼迷离 与张迪稳得难舍难分 张迪的手放在白月光胸上 露出白色一大片 怎么是你吗 摄影师很够异 两人这才回过神来 白月光尖叫一声 一把朝摄影机推去 镜头剧烈摇晃 紧接着便是张迪的父母冲了进去 摇晃的镜头中 张迪的母亲一巴掌扇在白月光脸上 尖叫着贱人 张迪的父亲脾气暴躁 一脚又一脚朝张迪踢去 房间里兵荒马乱 荧幕很快就按下 偌大的宴会厅鸦雀无声 有人正在拍视频 有人同情地看着我 我吸了口气 眼足了鼓起勇气 提着裙子朝休息室走去 房间里 你TM做个人吧 张迪他爸一脚飞过去 砰的踢在张迪小腿上 那声音 我听着都觉得痛 盛男多好个女孩 你这样对得起谁 你爸妈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张迪痛得大叫 一脸惶恐 连声说是周月勾引他 周月披头散发 蜷缩在地上嚷嚷 脸上黑一坨白一坨 是糊了的状 我站在门口 太难看了 我皱着眉 看着张迪 你就算不顾及我的面子 也想想你爸妈吧 这魔多亲朋好友 看着呢 当真找刺激吗 离婚吧 这日子 没法过 张迪父母想挽回 一个更狠地踢张迪 一个左右开工 再扇了白月光两耳光 跑到我面前 说张迪再也不敢了 我没吭声 只居高临下 怜悯地看着张迪 我了解他 果然 几秒后 他脖子一梗 离婚就离婚 你除了会赚几个臭钱 还会做什么 等民政局上班 我马上就离 净身出户 不要你理胜难一分 臭钱 说话间 他走到周月面前 俯身抱着周月 宣布周月才是他一生挚爱 这时 一直看热闹的他 几个哥们儿开口了 笛子 这事儿你过分了呀 你平常在外面玩 我们这些兄弟 睁之眼闭之眼 婚礼现场 你要盛南姐 以后怎么做人 还不快点道歉 盛南姐会原谅你的 就是 还有 别把净身出户 说得那模好听 你和盛南姐在一起这几年 哪次出去喝酒 吃饭不是她给钱 这两年 她带我们炒股 赚了多少钱 你们那个家 无论房子还是家具 都盛南姐买的吧 你的钱都用在这女人身上了 人不能没有良心 这几个人一边说 一边看我脸色 我瞄懂 都是权衡利弊得失后的结果 年前我叫他们都把股票抛了 说年后伺机在近 他们盼没了军师 年后赚不了钱 忙着讨好我 张迪父母脸色比较黑 媳妇赚钱 儿子用这种事 在家里说说还好 一旦被外人说出来 那就无比丢脸 没用的东西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渣子 张迪父亲扭头 既莫连挽回 也莫许张迪离开 一场好戏 怎么能这么快结束 我于光潮闺蜜看去 她眨了下眼睛 表示收到 几秒钟后 人群中有人高喊 天啊 谁把刚才的影片传递音了 众人纷纷拿出手机 找到影片后 一个个瞠目结舌 小声议论 播放量好恐怖 长得好快 一片骂声 确实该骂 这是要上热搜的节奏 要红了 这女的以后谁还敢娶 张迪没太大反应 只像个缩头乌龟 一声不吭 半扑在周月身上 以保护的姿势 然而 周月似乎不太需要她的保护 在听到以后 谁还敢娶她时 一把推开张迪 冲向人群 抢过一个正在播放影片的手机 只一眼 她的脸色比刚才还白 亮呛着后退一步 眼神里是惊恐 那条视频 从宴会厅的角度拍的 有大荧幕的内容 也有新娘和宾客的反应 只是 播放量是刷的 评论也是刷的 我花了点钱 重磅是评论 条带节奏 有骂渣男见女的 有说这女的是自己前女友的 金钱至上 谁有钱跟谁 还有的发一串惊恐表情后 我去 那不是什么月吗 我哥儿前几天还说 要带她去献家长 怎么跟其他人搞上了 月儿 张迪大喊 周月恍若未闻 倒退几步后 狠狠瞪张迪一眼后 哆哆嗦嗦掏出手机 走到房间的角落 林少 我是月儿 网上那条视频 我可以解释的 我是被强迫的 我只和新娘数 不认识新郎 你给伯父伯母解释下啊 我不是那种 人 这下轮到张迪神色大变了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周月 周围众人 之前还有几分出事了 现在是彻底看好戏 新郎婚礼当天出轨伴娘 刚宣布伴娘是一生挚爱 立刻被打脸 伴娘竟有准未婚夫 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去 什么 等通知 那我四十多万呢 我不投了 喂 林少 林少 周月瘫坐在地上 歇斯底里 杰斯斯底里的吼 张迪扑过去 双抓在周月肩上 双眼赤红 什么四十多万 你不是说给你姑妈 修房子吗 刚那个林少是什么人 张迪的兄弟们 也围了上去 纷纷问钱呢 钱呢 后来 张迪的兄弟报警了 好好一场婚礼 最终以110到现场结束 周月 张迪 还有张迪一帮哥们 到警局录下口供 张妇张母在饭店善后 一是赴宴席的钱 婚礼公司的钱 二是退宾客的礼金 白月光的豪门梦碎了 涉案金额四十八万 除了张迪的二十万 和他的十五万 还有他的前男友 借给他的五万 以及张迪兄弟们 凑出来的八万 张迪在警察局 就动手打了白月光 还是警察拦着 才没下狠手 白月光和钱 当然还是 钱重要一点 张迪的兄弟们 当天傍晚就跑来找我 一个个当着我的面 把张迪和白月光痛骂了一番 然后问我 以后理财的事情怎么办 我回答说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 买基金吧 年后通常有个开门红 那群人喜滋滋买基金去了 钱真的很重要 离婚那天 张迪不顾颜面 捧着玫瑰 在政务大厅门口 单膝下跪 求复合 盛南 我当初是被迷惑的 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你给我个机会 我用一辈子补偿你 我断然拒绝后 他起身 开始谈钱 李盛南 当初聘礼 我加给了你加三万 你得退给我 抱歉 不退 我双手插兜礼 你可以打官司 你出轨在先 而且 我有充足的证据 证明你是骗婚 张迪咬牙 之后填离婚协议书 涉及财产分割时 他居然提出 房子有他的一份 毕竟婚后 有一点时间 在共同月供 我冷笑 刷刷刷在纸上写 房子归女方所有 没有其他共同财产 然后签上大名 我还是那句话 你可以打官司 但我提醒你 你胜诉的可能性是零 诉讼费也是钱 张迪无奈签上名字 婚算是离了 后来张迪工作默了 因为那段影片真的火了 婚礼当天偷吃 他们全公司都看见了 公司人士找他谈话 希望他主动辞职 白月光更是被网路骂得不敢出门 工作也同样失去了 至于张迪那群兄弟 喝 炒股或买基金的人都知道 2021年春节后 没有开门红 一群人亏得嗷嗷叫 后来 我听说张迪相当后悔 天天借酒交仇 和白月光分手后 天天道着说 这哪里是白月光 这分明是白米饭 还是别人吃剩下的白米饭 我笑笑 心里只有两个字 活该 PS 有人问我 张迪和白月光 一直说我丑八怪 我到底有多丑 我觉得还好吧 不化妆中下 化了妆再打扮一下 怎么也能拉到及格线以上 又有人问我 婚礼现场的第二方案是什么 还记得当初在酒吧外拍的影片吗 还有我从物馆监视器那里拷贝的 我剪辑了一份 打算在婚礼现场播放 不过 播放那份的话 一眼就知道是我做的 远不如婚礼现场桌奸来的意外 PPS 我 养猪人能抓到吗 闺蜜 能 不过需要时间 闺蜜 到那个时候 钱就算能追回来 也只剩一小部分了